看到流感呢 这蔓延的状况很严重 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 到底我什么时候 要赶快去打疫苗 才可以避免被传染的状况 陈医师 其实我们打这个疫苗 绝对不是今天打 明天抵抗力就出来了 在流感疫苗的研究里面 发现说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 两个星期保护力才会出来 所以我之前偶尔有遇过 有一个阿嬷说 她带着孙子来打完疫苗 两天之后就被班上的同学 传染到流感 她一直追问我说 这到底还有没有保护力 我说你的保护力 一般来说要再打完之后 两星期才会开始 那你真的两天三天 就被传染到了 保护力通常还没有出来 也因此我都会提醒说 如果可以在流感流行季节以前 就先提早打 那就可以预防掉这个流感流行季节的高峰 所以既然可以被保护 因为刚苏星也讲到一个关键 双打可以降低这个染疫的重症率 还有一些症状 所以是不是在国际的期刊 因为过去也有好多人 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 有没有一些数字可以真的证明 在外国知名的期刊里面 他特别去收集了 3万多位医护人员的资料 然后这3万多位医护人员的资料 他们发现说有打流感疫苗的人 他如果真的打了之后 发现后续他连带对新冠病毒 阳性的比例都有下降30% 如果说严重度变成重症的比例 甚至下降89% 所以换句话说各位不要以为说 打流感就是预防流感 打新冠疫苗就是预防新冠 实际上他们还是有一些些 协同保护的效果在 陈医师我们其实过去有听到 细胞流感疫苗跟鸡蛋流感疫苗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 因为可能观众朋友对于名词就听过 但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做的 好多年来的流感疫苗 都是在鸡蛋的培养出来的 但是后续发现说 我们如果用鸡蛋培养出来的流感疫苗 它可能会因此在这个变异性会出现 导致说我们本来想要预防的这个种类 后续产生了一些变化 那这两三年比较新的叫做细胞的流感疫苗 它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使用这个普鲁类的细胞来做培养的 那当我做这样培养的时候 他发现说后续产生的变异性就没有那么大 保护的效果在这个疾病管制署 美国的疾病管制署的资料里面 有特别说细胞流感疫苗 它的保护效果比较好 那产生变异性比较少 那至少也不用担心说 因为我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做的 就不用担心说什么里面可能容器 里面有一些什么污染 甚至于说因为它没有鸡蛋的制成 有些人心里面会一直担心说 鸡蛋做出来的流感疫苗 我对鸡蛋过敏会不会有影响 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 比较不用这部分的顾虑 所以美国的疾病管制署 的确有说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 保护力会比鸡蛋培养的流感疫苗好一些 所以苏卿姐 如果我们在选流感疫苗的时候 是不是民众自费也可以选择常态 现在就看你是分公费或者是自费 那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真的很棒了 现在的公费疫苗都是四价 如果你打的是公费疫苗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随机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打听 我们的办法是打听说 听说你们医院这次分配到是什么 可是连医生他们都不能选 因为来了你就打 所以包括我们有台湾自己产的国光 然后也有包括像是塞诺菲法国产的 或者东洋的德国制造的 这些都可能会遇到 那除非说你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 一点点可能骨光 因为要三岁以上才能用 所以你在公费碰不到之外 其他就是随到 没有随到随选 随到随打 但不能选 就是看那家诊所或那家医院 他们进的是哪一个 CDC给他们的是哪个品牌 所以如果你是公费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挑的 但是如果你是自费的话 我是觉得因为之前 曾经有那种盛况的时候 是你又可能预约不到那种状况 因为当你要挑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 那你们诊所有进什么样的疫苗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打 我记得我那一年去打的时候 我还要跟医生说 你要先帮我留 先帮我留 那所以就是可以先 如果你心中有属意说 我想要打什么样的疫苗 那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提前预约 现在呢 不管是国内跟国外的疫苗量 假设大家都要去打 到底够不够呢 一般来讲这两件事情 就是如果以公费来讲 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超过600万剂 那假设施打的人气跟去年差不多的话 应该就是一直可以一路打到50岁那一轮 甚至更低 就是成人大概可以打到这边 那其他就是自费的部分 那自费的部分够不够 有时候你知道吗 事实上疫苗这个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疫苗是一个国际市场 所以呢 事实上台湾能抢到多少量 是不一定的 要看全球抢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看今年南半球的状况 你要知道全球都会预测 今年北半球的冬天 它可能流感季节又要出现了 而且这一波可能比之前强 所以你要考虑得到是 在全球市场竞争的时候 我们能够抢到多少 所以够不够用 能够抢到多少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预测 但是所以我才会刚才说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自己可能有新属意的 什么样的疫苗要打 还是先预约比较理想